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放射生物学角度来讲 如果一个肿瘤在接受放疗中 肿瘤在缩小 那么肿瘤细胞肯定会对抗性的增加分裂增值 所以说如果在白细胞缩小的情况下 你贸然停止放疗 那么由于它的缩小而导致肿瘤细胞的再增值 你这个时候再开始放疗的话 就会要相应的提高放疗剂量 才能达到原来相等的生物学效应 也就是说在放疗过程中 不能因为白细胞的降低 而就随意的停止放疗 这个是不明智的 就是说放疗中 由于射线对骨髓细胞的抑制 所以才导致了白细胞 血小板及红细胞的减少 那么有人说 如果我不处理化的话 这个白细胞 红细胞血小板继续减小 是不是就更不合适呢 这个是需要根据临床的减少